搬起小板凳坐在阳台吹着风 对着深夜航班撕破的深邃星空 一遍遍问自己 未来在哪里 我要去哪里 终于在白板挣扎后切断了电源 关闭了眼睛 一声扑通掉进脑海 开始梦游 依依不舍 远离没有尽力的昨天 一巴掌过去 脑中终于闭了嘴 起身洗漱 背上装满零食和希望的书包 一头扎进着充满诱惑的游乐场 重复的早餐 同样的味道 出了倒计时 每天变着花样 爬不起来的太阳和赖着不走的云 都是往常模样 颤抖着登陆牙丝观望 眼前的数字从此静止 迷茫和无奈来到身边坐下 突然和我聊起往日的夕阳 从图书馆的柜子里拿出枕头 放在桌上那一刻 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 听着翻书声 安心入睡 在惊慌醒来 难得准时地踏进大学的最后一节课 桌椅凌乱 课本空白 在嘈杂之中 第一次清晰地听见下课的铃声 四年的忐忑不安 最终简约成镜子里的学士服模样 笨桌际上红色领带的结 排队奔赴一场 够别一世 跟着启哄和掌声落幕的毕业晚会 还有 大校忽然哭泣 难过突然破体 迷茫中接溢 再见之后离去 开来的总归来 开走的也无法挽留 满怀期待的 心灰意冷的 理想主义的 太过现实的 追求结果的 享受过程的 害怕失去的 勇敢放手的 努力挣扎的 放弃努力的 是我 都是我 进去不成熟 安静心灵物品 在此站下车 欢迎在此乘坐 满舟地铁 本身一定会 很久不合格 感谢 更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